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示与围绕 环形 变线都有关的意思 核的组纹子由三部分组成 左边上下两横是国的边界 中间的口是城池 右边是戈 表示兵器 合在一起 核就表示用武器守卫着一座城邦 一块疆域 对国就是拿起武器保家卫国 货是玉最早的写法 最早读作玉 汉字简化时 拥有一个同音的玉 替换了表示疆域的货 国便写成了今天的国 看小视频 绝大语文 王是一把大树头 王的古文姿是一把大树头的样子 他用符饼 符身和斧子的任口组成 他古代手里拿着这样的一把大树头 能用来与敌人作战 能决定人的生死 能拥有了至高的权利 因此能够决定其他人生下大权的人 就被称为王 如大王 君王 国王 取代天子和君主 因为是一位崇高 权利至高无上 为王加汉字离一般单独使用 出现在汉字左边的王 也称过斜玉堂 是一根绳子穿起三个玉片的样子 比如环 就是一个圆形的玉器 无人喜爱温命的玉 所以拿在手里摆弄 就叫做玩 看小视频 学大语文 芳是一种笼具 芳的果子 是由两个并排带齿的骑土工具的样子 古人将这种骑土工具 深深踏入土地 在零龙杠杆园里 跳起泥土 传说 大鱼拿着方 开刀龙门山 治理洪水 因此 许多大鱼的画像 或者塑像中 都能依稀看见 他手拿着这种工具 因为用这种工具挖起来的土块 都是四四方方的形状 所以方就用来展示方形的意思 如方块 长方形 并方体 方子上面的那一点 原本是工具的把手 所以输血的时候 可千万不能忘了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